用68个废弃一拉罐 耗时60天纺制的苗族头饰 用3000颗坚果壳 耗时45天制成的黄金盔甲 用额毛纺制明朝的点萃敌冠 用塑料瓶制作的广含公公等 这些或古典优雅 或舞魅妖娆的造型 均出自这位85后女孩燕红之手 燕红通过她那神仙手艺变废为宝 经过4年多时间累计粉丝80万 视频播放量超千万 被粉丝称赞为国风手工大神 7年前燕红还是一名护士小姐姐 因为她从小就喜欢美术 动手能力也很强 为了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 便辞职成为了一名婚礼化妆师 会经常自己动手给新娘制作投饰 也慢慢打开了一条制作古风投饰的道路 燕红靠着用一拉罐纺制 多个热门影视剧投饰经验出圈 还受国外品牌邀请 制作11件国风手工艺饰品 登上米兰时装中 而燕红并没有止步于此 她选择从零开始 2021年 燕红拜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 尼承玉为师 开始学习传统手工艺 花丝镶嵌 每一个经验的作品 不只是灵光一线 还需要付出无数个日夜的努力 在学习花丝镶嵌的过程中 燕红曾经历过许多次失败和重来 但这也打磨着燕红的耐心和审美 从手工爱好者到手艺匠人 燕红正在路上 我现在的想法是做一名飞鱼传承匠人 让更多的人 然后知道我们的成本化 知道我们的飞鱼花丝 还有一个努力的 是做出 就是说 好的一个作品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现在开始了 大家准备 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 但是就是 我们不正确实的 我们不再 我们不再